W220的車友,我們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來跟大家做直播安裝分享的當然是W220 因為這個影片是在220的社團裡面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安裝的版本一樣是要把原來避震器的氣壓系統把它廢除 然後改成是KT的一般傳統道路版的避震器 這一台跟前幾台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一台的話是500的系列S500 引擎的動力比較大,所以在前面彈簧的配置上 我們所使用的規格也跟一般的S320或者是S350的V6引擎 配置的話不太一樣 前面的懸吊系統在安裝的時候 如果有看過我們影片分享的車友們 就大概了解到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在前面的保險桿 右前方裡面呢 原廠的冰室的打氣Pump 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本來有一個試蓋 那我們需要把這個試蓋拆開之後呢 這個打氣的氣棒啊 它有兩個插頭 這兩個插頭呢,直接把它拔除就可以了 管路的部分呢 跟打氣的Pump 這些都留在原廠的位置不動 最主要的呢,就是把這兩個插頭呢 把它拔除 然後放在不會乾涉的地方 拔束線帶簡單的綁起來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避震器部分 最主要的安裝的重點呢 還是在於這個水平感應支架 這個吊架的位置呢 如果呢,車主油要降低的話呢 我們就會用欺騙它原廠訊號的方式 讓它感應到它原廠的高度 還是在正常車高時候 它就不會亮出車高的一場碼 那前面的話 八缸的話 我們所配置的是200長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16公斤 那如果是350或320的話 就是200長 14公斤 磅數的話不太一樣 最主要的就是前面的 第一個Pump的部分 插頭要拔除 第二個 這個訊號的部分呢 需要把它Bipass 變成是原廠車高的相對訊號 那前面的車高呢 預計今天要調到跟原廠差不多高的一樣位置 大概是四指到五指幅左右 改成KT之後呢 它的不只是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像前面的話呢 W220相當的簡單 221也是一樣 都是在引擎室裡面 引擎蓋打開之後呢 就能夠調整了 那它的上部的話 其實本來呢 還有一個打氣的管路 那管路的話 我們直接把它管路的插頭 把它有一個旋鈕 把它翻手把它拆除之後呢 放在不會搖晃 不會乾涉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軟硬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KT的旋鈕來做調整 鏡頭在引擎裡 往H的方向 往瞬時針的方向 它就是變硬 往Soft 往S的方向 它就是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調整 也有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 原廠的零件呢 來沿用 這個是S500的引擎 它預計等一下的 因為輪胎其實扁平筆啦 或者是規格呢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所以今天的車主需求呢 單純是氣壓的系統損壞了 把它改成傳統彈簧式的 所以段數的話呢 我們預計先固定大概在15段左右 就是維持在中間的位置 那中間的位置的話 大概如果胎壓不過棒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把它 只有比原廠提升稍微一點點而已 乘坐感覺啦 那這台車我們在 中部北部都很受到 車友們的捧場歡迎 所以如果呢 有需要試乘呢 或者是等一下在影片中 有任何問題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它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它前面因為是雙A的懸吊系統 是雙A懸吊 所以它的是沒有上座的設計 就是沒有上座橡皮 沒有轉向軸層 所以裡面的用油 還有油縫的話 像裡面的我們KT的用油 是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尼油 這個主尼油呢 是從義大利一整筒進口過來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主尼油的油品 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不錯 那油封的話呢 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封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 好像也已經安裝好了 這台車會比一般的日系車呢 拆裝還要來的稍微耗時一點點 因為在氣壓的系統呢 它是需要廢除的 這個輪胎的話 還是維持原廠2256016的規格 就要規格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後輪呢 的水平感應器呢 其實就只有一個地方齁 後輪的車高感應器 因為今天的車高呢 會維持跟原廠一樣 但是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後輪車高的感應位 吊架的位置 是在後面排氣管的上方位置齁 但是這個地方好像不太有辦法看得到 在這裡 是在大概這個位置 後面差速器的排氣管 然後上方呢 那裡有一個水平的感應掉架 好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它的後面的 車高的感應位置椅 所以我們可以從那個感應椅 好了 從那個感應椅的地方呢 如果呢 車友 這台W20呢 有需要降車高的需求呢 那就需要來把那個訊號椅把它拆除 然後用那個訊號椅 相對的高地點呢 來 假設它原廠是正常的車高 那它的儀表 就不會秀出 不應該出現的故障嘛 那後面的話它的避震器呢 上座是在後座頭枕的後方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行程長度呢 非常非常的長 那後面的 一般車友會比較常遇到的是後面彈簧 如果配置的長度跟行程不夠的話 它的舒適度呢 就會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後面的彈簧呢 配置的是220長 那公斤處的話是10公斤的 所以還能夠兼顧到應該要有的 大型房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那後面的話 這裡是在調整車高使用的 這裡會有做了 一般來說 只有做了一個齒輪狀的托盤 但這台車做了兩個的用意是 會讓技師呢 在調整的時候呢 比較方便 並不是這裡會容易鬆脫呢 才用了兩個托盤 因為有的 如果沒有安裝過這台車呢 有可能長度 再一裝上去的時候 誤差會比較大 可是這台車一裝上去之後 要旋轉車高呢 這裡的空間不太夠 所以手要調整的時候 不太好調整 所以我們設置了兩個托盤 可以對鎖之後呢 如果要往上調的話 就可以旋轉下方的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它可以用工具呢把它旋轉 那如果要往下調的話 就可以旋轉上方這個托盤 讓它即時在安裝調整長度的時候呢 會比較順手一點點 這台是S500 誒 左前也安裝好了齁 這邊也都安裝好了 前面的話因為 像這邊的話呢 它的水平感應調價呢 高度感應儀呢 是在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它的水平感應 所以如果呢有需要降車高 譬如說它原廠的車高是四到五指幅 那我今天想要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的話 那就會把這個連感把它拆除 然後把這個水平感應的相對位置呢 把它固定到原廠車高相對的位置 這樣呢 就能夠 讓它的儀表呢 不顯示故障嘛 好啦 好 我們都已經安裝完畢了齁 讓大家見亮 好的 以上是今天呢 W220 賓士的W220 S500的安裝 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呢 再請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KT Racing 可以在FB的粉絲團上搜尋 KT Racing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